那时候是冬天,他穿的大衣。 别人我给,别人都没用,我要给老宋爷给没收了。 只要给他可以。 比如说,我要是工作忙,加班的时候, 庄先生去星球饭店, 而且服务员就直接把我的房子开了以后,让他进去。 把钥匙给他? 他不给教师,就是服务员把门开了, 就拿庄先生当主人了。 让庄先生在里头坐着休息等我。 后来你大哥来了。 后来我,跟你说过。 后来我大哥不是大哥,就是我哥哥。 你几个哥哥? 就一个哥哥。 他叫什么? 红。 我知道,八红一语。 我知道那个日本叫八红一语,还是叫八番一语。 不知道。 就是那个,日本有个成语就是这个字。 八红一个语,一个宇宙就是这个字。 那时候就骂日本的老友,五蕴长酒。 还有就是这个八红一语。 结果呢,我哥哥不是从日本出差过来吗? 那时候中国呢,就是北京的那个宾馆不是特少吗? 所以呢,都租不上房子。 后来哥哥呢,就想起我,出差不在。 那还不如住在那个妹妹房子里,住一宇宙就行。 给福音哭,根本不听。 不能给,不能给,不能随便给。 你以为是您有两个男朋友呢? 没有。 我哥哥说来着,说我是我的妹妹。 我的妹妹。 我的亲妹妹。 都不听,他们信庄先生。 所以呢,我哥哥一直到死都在提这个事。 相信庄先生,让庄先生进去。 我不能进去。 就是您哥哥吃醋了。 那个,那个叫什么,怎么样,那个安全局的。 相信庄先生不相信我哥哥。 而且服务院都是安全局的嘛。 那时候呢,您谈恋爱,他们在外边听吧。 庄先生跟我说,说那个,你们俩,你怎么那么老实。 不是,里边在里边光说。 是不是有这个故事吧? 对,他有时候,关于敲门,一会给你送谁来了。 看看你干什么。 一会给你送那个洗的衣服。 其实不是我房间的,是其他房间的。 对对,肯定领导让他进来看看,想个办法。 我一看,我说不是,不是我的。 他说,那知道了,你就打死了。 就是您讲,如果这种小故事,三分钟一段,三分钟一段, 您在那个庄子栋的那个,如果您自己做一个纪念馆, 里边这种小故事都有意思的。 因为别人在讲,就是别人讲的了。 而您讲的是当时的。 如果您再老步就讲,过两年您糊涂了。 是吧? 对。 就在讲不了了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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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对。 。